白玉兰奖只是让张颂文去做颁奖嘉宾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白玉兰奖今天的整个的过程 从下午到红毯到刚才颁奖典礼 我全都看完了 关于白玉兰奖今天的结果和其他的内容 我们另开一期单独讲 我们就先说张颂文和白玉兰奖的这些事 我一开始一直希望张颂文能去 张颂文这次去上海 白玉兰奖能专门给一个奖项 因为你毕竟是最佳男主最佳男配都没有给提名 已经闹得舆论沸腾了 但是很明显白玉兰奖不在乎沸腾的舆论 无所谓 他只不过是想让张颂文去给他增加一些流量 张颂文下午从酒店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那边红毯已经开始了 所以张颂文这次就没有被安排走红毯 走红毯除了周深是一个人作为歌手 走的红毯 其他都是以剧组为单位的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狂飙剧组没有走红毯 然后张颂文从酒店穿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被大量的影迷围在了里面 当时张颂文穿了一个绿色的衬衣 手拿着西装外套 当时走出来的时候 俨然就是高启强重回京海 从白金汉里走出来的样子 走路带风和稀里的眼神又回来了 瞬间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高启强强歌 和之前在机场的时候穿着轻松可爱的那种感觉 完全又不一样 到了颁奖典礼的现场 红毯的部分 整个张颂文都没有出现 红毯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是一个剧组一个剧组走的 压轴的是人时间剧组和整个评审团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颁奖典礼的环节 整个颁奖典礼的环节发善可深 还说是张颂文 导播也是懂流量的 张颂文被安排在比较靠前的座位上 镜头时不时的就会给到他特写 到后来甚至是每班一个稍微有点关系的主要奖项 都会给张颂文几秒钟的特写 给了很多次 事实证明每次在给到镜头的时候 收视率也会提升 我当时是一边直播一边看着现场 然后我直播间里头大家也是 张颂文又有镜头了 绝对是盯着屏幕就是冲着他看 我们一直在猜张颂文什么时候上场 一直等 我当时就说等了这么长时间 他一定会上场 至于是领奖还是颁奖还不知道 但是我看后来每一个奖项都和之前提名的奖项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新的奖项出来 我当时就猜应该不是领奖应该是颁奖 果然等到比较靠后的时候 在颁发最佳导演奖的时候 张颂文和另外两位导演一起上台来颁发 作为颁奖嘉宾来颁发奖项 然后张颂文从上台到在台上被念出名字的时候 全场爆发了整个节目开始以来 整台晚会开始以来最热烈的掌声 人气说明一切 这个东西不是其他人想有就能有的 包括围在酒店的那些影迷们 我也说了围着不好 酒店地址泄露的就是这个结果 张颂文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因为不跟大家合影 他已经走不出来了 围的人太多 他又跟大家合了影才离开了现场 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这种泄露 他住址的事情还是少发生 虽然我也想看到他更多的内容 但是这样我还是觉得不好 张颂文上台迎来了最大的掌声 在整个几位颁奖嘉宾发言的过程中 焦点一直在张颂文身上 两位导演都跟张颂文进行了互动 他们之前应该是排练过的 但是词张颂文这边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应该有很多记性的部分 另外一位导演也问他了 你觉得什么是优秀的导演 他也通过自己的理解诠释了 非常精准的诠释了这一点 他虽然讲的时间不长 讲的话也不多 但是讲的非常精彩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我也就不复述了 因为他这段讲话比后面 段奕宏作为评委 讲了一大段吐吐吐吐吐很长时间的话 要讲的精彩的多 段奕宏那段话讲的时间不但长 而且语速极慢 而且表达的不太准确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然后在颁完了这个讲之后 等于张颂文今天晚上的任务就完成了 今天还有一点就是张颂文这次的服装应该是海兰之家赞助的 应该是我不清楚 但是跟北颖杰的那两身西服相比 今天的这身西服明显的好像不是定制的 肩膀和袖口这都显得稍微有些窝囊 可能稍微大了点 北颖杰那两身西服感觉像是定制的 就非常合身 所以他一开始穿衬衣的时候还是很洒的 但是穿上西服外套以后 显得好像有点不太合身 所以这一次白玉兰组委会 向张颂文发出的邀请 咱们说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失误 组委会邀请你来颁一个相当重要的奖项 张颂文也确实是不得不来 也不好意思不来 我相信张颂文肯定是不太愿意出席这样的活动的 他更希望能在端午节假期在家陪着家人和孩子 但是这种情况对吧 那该来也得来 不管是乐不乐意吧 他来了确实也给整个的白玉兰颁奖晚会 带来了很大的流量的帮助 从狂飙爆火到现在 就包括颁奖的时候 另外两位导演在台上也调侃了这个现象 说狂飙爆火到现在居然还有这么高的热度 说我的微博涨了很多粉 都是因为你关注了我 也从侧面肯定了张颂文热度 这个持续性 确实这么长的时间 有谁能做到一部电视剧 能让一个人火半年到现在还是这么火 跟白玉兰奖的缘分也就这样了 白玉兰奖最后的颁奖 可以说是让所有的人都有点失望 所以失望在哪 怎么回头再说 所以张颂文的这个作品 狂飙这个作品 本身就整个不太受这个奖项的待见 或者说这个作品的调性就和这个奖项不太符合 或者说这个作品的调性和现在所有的主流奖项都不太符合 所以他之所以不能提名也不能拿奖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看完今天晚上的晚会 我基本上明白了 好 关于张颂文参加白玉兰奖这件事情 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